新加坡 早晨,大家好 今天華記在新加坡 仍然是軟禁 還未拿回護照 也不知道能否拿回 這幾天我都很少講政治 律師說你不要拍片講政治 待會被新加坡定性為政治犯 所以我最近的影片 香港政治也比較少講 免得這麼多麻煩 但問題是 網友都很奇怪 為何華記在新加坡這麼多天 不是我想的 我被困 但網友知道我在新加坡 就要聘請我喝茶 又要發表意見 我現在就 把護照片被掛低了 我就無法發表意見 網友不知道 網友當然會問 華記,你現在在發展 有些事情你們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但又不知道我的情況 所以現在來說 我仍然是耐心在等待 不過 因為在新加坡逗留多了 見多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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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能說我 為何要留在新加坡 哈哈 這些是叫苦衝 每個人都以為我是游山換水 喂,你也好 華記 游山換水 還要坐盧斯萊斯 看到你 大哥,我不想坐 我走了 你以為我想坐盧斯萊斯嗎 剛好那位朋友 駕駛車過來佔我去吃飯 我打算給大家正能量 讓大家想心情好一點 開心一點 其實現在 還未知道這個情況 還要去警察總部 接受調查 不過 都是這樣 都未試過 這樣被人軟禁 但我覺得新加坡 怎樣說 他的法例真的很嚴重 而且他真的以為我是一些 反對派的正棍 搞搞陣 好像最近我看到一段影片 我也覺得 大快人心 臨漏盡致 罵到那群反對派的 就是陳健波 立法局議員 波叔 他之前發表過很多 道理 都很適合聽 立法局7月1日 被那群暴徒打破 之後 剛剛復會 復會 那群反對派的 垃圾局議員 當然是泛民 算是二十多個財委會主席 那天我也有過 波叔 他真的說得好 如果不是建制派的立法局 頂住 香港 這個議會 靠你這群泛民 整個香港 真是倒了 整個香港 波叔這句話 刺中他們死亡 整群人好像鬼上山 泛民 其實我想香港人 都要清晰一點 是人是鬼 一看就知道 這二十多個立法局議員 每個人都不是好人 你看那個陳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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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莊 和毛孟靜 是人是鬼 一看這群人 就害死香港的年輕人 不是這群立法局議員 經常製造議會暴力 宣揚暴力 教一些年輕人製造暴力 我們現在香港年輕人 就不用搞到這樣了 這群泛民垃圾局議員 波叔 真是罵得很對 其實全世界都已經看得很清楚 這群是正棍 所以我們11月20多日 那個香港區議會選舉 真的不要選這些泛民 真是你選到他 真是整個香港不用要 即是一人變王 家破人亡 即是一票不投 泛民 我們如果香港人要投票 全部都可以投建制 你不用選擇 因為不能選擇 你投建制 你都還可以生存 你投泛民 你就會滅亡 即是這些泛民 害死香港人 我現在在新加坡 都是你泛民這群支持者害我 從來都是你這群泛民去覆卓報仇 好像剛剛看到新聞 電子遊戲機中心 只是老闆表達過支持警察一句說話 他店鋪四次被這群反對派年輕人 連續撥爛四鑊 老闆就很慘 一個人去收拾店 永遠都是你這群泛民 這些始創勇者 即是你見到這個 建制派的立法局議員 他們的辦事處 已經超過六七十次 被你們破壞他們的辦事處 你經常說你那群人 是有人性有血性 你那群泛民 這群泛民支持者 就撥爛了他們的辦事處 口不對心 行為出賣性格 還看不清楚 香港人 看清楚一點 哪裏每個辦事處 扔個汽油彈 反過來 如果我們中立人士或藍營 一不妥你們這些黃絲港獨 全部用同等級數來招呼你們 你們就放大到721 831 即是你們這些反對派 來到新加坡 我華記都覺得 為何我在新加坡 過來考察兩天 就讓你們這些黃絲港獨 黃絲港獨的新加坡香港人 切個圈套來裝我彈弓 我幸好沒有東西 哪裏能讓你裝得到 不過他們正在玩這個流程 去到日本 又被一些在日本的香港人整股 這個世界 中國人真是多漢奸 我們香港人去到哪裏 都是被香港人搞 那下悲哀 我華記來到新加坡 我不會被新加坡人搞 我就是被這些香港人搞 我去到日本 東京大阪 我們的店鋪連龍場 都投訴 這些香港人投訴 你這樣真是很悲哀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 去到哪裏 作為香港人 就被這些香港人投訴 你這些在外面的反對派的香港人 你不投訴日本的中華料理 你不投訴新加坡的中華料理 那些中國人勢力大 你不敢搞 我發覺你每次搞我 我發覺這些反對派的香港人 真是很無恥 我又不認識他 我說的東西 有些道理 刺中他死穴 一次中他死穴 就要封你嘴 你那些人都惡得離譜 還說不是恐怖分子 全部都邪惡軸心恐怖分子 不過這樣的 真理就越變越明 你這些人都走不遠 很坦白 你越走越窄 這條路 我想時間可以反映到的 好了 今天 軟禁新加坡 希望過兩天拍片 逃出生天 希望過多幾天 華記逃出生天 現在是華記被困新加坡 今天報導是這麼多 謝謝 這個是新加坡的地標 早兩天 這個獅子頭 早兩天還有開放 樓下有很多店舖 其中 我早兩天才去光顧過 誰不知 今天一走 圍了街板 聽他們說 他這裏有一個 叫做重建的計劃 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地標 獅子頭地標 就會建造 第二樣的建築物 地標 接著 這兩間店舖 真是快到離譜 這間是雪刀店 這間是外賣 那些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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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撿了 全部圍了街 幾天就面目 這間是居住 那些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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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景很美 那些賣 那些賣 好 現在在新加坡 勝途沙 那 那 剛才去了 VivoCity 看電影 那今天拍這部影片 就想說一下 就是 不驚不覺 已經是 來了 新加坡過幾個月 直到今天,因為我經常走這條路 雖然察覺人家已經來到布置聖誕節的燈飾 現在周圍在趕工,晚上12點多 全部都是布置大型的聖誕珍式 原來聖誕節已經來了 Merry Christmas 聖誕節,新年都來了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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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